222 太平洋日報 出口數據北街台經院預告GDP要再下收 2015年7月15日國內財經05記者葉建益台北報導 台灣6月出口表現連5歲,經濟表現北街 台經院院長林建虎受訪表示,最近出口數據北街 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可能由上次預測值3.7%下收 台灣經濟研究院昨天舉行中小企業研究中心揭牌儀式 院長林建虎會後受訪表示,最近幾個月出口數據北街 今年經濟成長率可能下收,但確設預測要在月底公佈 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指出,油價下跌應該要大動民間消費 台灣每年進口石油約300億美元 根據今年油價下跌幅度,等於上半年省50億美元 但民間並沒有拿出錢來增加消費 如何把油價的紅利鑽化成消費? 政府的刺激措施扮演重要角色 不管刺激消費或出口,宣明德認為,匯率是關鍵角色 目前香港在貨幣政策上是動態平衡 但可以更靈活,根據時勢來調整貨幣政策的匯率運用 宣明德說,經濟預測不能因為一時的時勢氛圍斷定 國內股市又回穩,仍要觀察下半年的經濟趨勢,垂直線 17年 series haar均勢 雪 correr 18七八八八!! 對